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凉凉的天气 这时来晚麻油鸡 真的是暖胃也暖心 位在台北万华 这一间有40年历史的麻油鸡老店 招牌麻油鸡 选用肉质比较扎实的黑鱼鸡 将鸡肉炖到Q嫩又有弹性 糖头喝起来甘甜不燥 但是麻油还是香气浓厚 吸引了很多客人一再上门 如果想吃清淡一点的 还有这一道雪莲子猪脚 一口咬下尝得到 满满猪脚的胶原蛋白 还能吃得到少见的猪脚筋 看似简单的料理 却是让人一再回味 大口吃肉大口喝汤没停过 台北万华这间麻油鸡老店 客人享用桌上满满的麻油料理 暖胃也暖心 四十年前她妈妈在路边摊摆摊的时候呢 就一直吃到现在 我专程从桃园上来 然后我在这里大概吃了六七年 那我觉得她的口感都还不错 就觉得她的料也蛮实在的 不会像外面价位收的高东西少 然后她的东西也都处理得很干净 客人们口中说的传承四十年的好滋味 就是这碗暖呼呼的麻油鸡 好吃秘诀在于老板选菜制作 相当挑剔 繁琐 挑黑羽鸡是挑四点五公斤到五点五公斤中间 那黑羽鸡它吃起来的肉质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 整只吸热水残烫后再浸泡冷水中 避免破皮 而麻油鸡的灵魂还有只用麻油 搭配味道辛辣的老姜爆香的汤头 让麻油香气更加浓郁 把姜片炸到萎缩 然后我们就关火 那我们用慢火下去炸它 它这样子吃起来比较不会燥 加热生姜熬煮的鸡高汤已经有些辣度 这时在和麻油炸过的老姜一起煮 更多些麻油香气 多成块的地域土鸡是煮酱 一口气放进锅里 让鸡肉充分吸饱汤汁精华 鸡肉本身的品味跑到汤里面去 那我就会让 会想要让客人知道 鸡肉也可以吃 然后汤也可以喝 鸡肉浸泡在加了米酒 麻油的汤汁里香气四溢 肉质吃来又嫩又有糖性 搭配喝来甘甜不燥的汤头 一口下肚浑身都暖了起来 吃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吃完之后会口渴一直想要灌水 它的是刚刚好 而且又香甜的呀 我通常会面线呢 然后再把这个麻油鸡汤把它拌下去 然后把它搅一搅 它就会比较温润 比较湿润一点 湿润一点会更好吃 吃起来更爽口 不像一般店家爆炒鸡肉 逼出香气 李家的麻油鸡破炒 鸡味相对滑滑不燥 这是李家美的妈妈 为孩子想出的做法 以前小时候妈妈有在家里煮 传统的那个麻油鸡给我们吃 我们小孩子都是不吃的 只喝汤而已 然后后面妈妈就是用 白斩鸡的方式先把鸡汤烫过后 然后剁一剁 然后附一下热给我们吃 妈妈尝下来的还有这碗 装满鸡心鸡蒸和鸡场的下水汤 想要煮出好喝的味道 处理过程得要细腻 鸡精的部分也是一颗一颗处理 然后去搓它 把血块挤出来 鸡蒸也是厂商送来 我们一颗一颗去去母 去油淋上热水 让它的一些杂质把它留掉 李家美把这些经过处理的鸡下水 放进滚烫的麻油汤里 入味后快速捞起 装着鸡心鸡蒸和鸡场的下水汤 满满一碗超丰盛 能吃到鸡心的Q嫩 鸡蒸的嚼劲 与鸡场的脆口外 还有满满的麻油香 下水它就会有一些 鸡蒸啊肠子之类的东西 真的像他们家的肠子吃起来 都不会有腥味 跟着妈妈一起店里 忙进忙出 专注在眼前的工作 那一想像李家美多年以前 曾是家里的痛痛人物 可是我一直都在敲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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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找 我去找几家座 但是现在我放心了 坚持说他自己要做 不然这样想起 背头等一会儿就给你 他有很用心的 能经营自己经营店 有一次跟朋友开车出去 然后他就故意绕到七楼那边 他说你看你现在几点 你的爸爸妈妈还在那边住 也看着他们那个背影 觉得他们老 我是时候要回来接 爸妈辛苦的背影 让李家美终于转念 留下来好好经营小店 延续妈妈的好手艺 她也把料理做了改良 这道麻油双腰很受客人欢迎 不过处理腰子的流程 同样费功夫 腰子要先走水一个多小时 切花时再放冰块走水 取心味保持脆度 那我们的煮法比较不一样是 我们会用清水 先把腰子穿荡过一遍 把它的血水洗掉之后捞起来 然后再用清水再把它洗一次 处理后的腰子与鸡腹一起 接受鸡膏汤洗力 淋上麻油汤 一碗香气扑鼻的麻油双腰 就能上桌 那个腰子要吃起来是清脆的 然后后面我卖了腰子之后 反而腰子的销售量 比麻油鸡腹还要好 充满浓郁麻油香气的 腰子鸡腹色泽力量 看起来相当诱人 能吃到腰子的爽滑脆嫩 和鸡腹的鲜嫩饱满 鸡腹吃起来的话就像豆腐 然后腰子吃起来的话就像脆 不像外面 就是吃起来很硬 然后有一点腥味 然后这边是往前没有腥味 改良料以外 李嘉美也自创这道 血连子猪脚 我们之前妈妈留给我的是 当柜猪脚 那就是因为太燥了 可是客人会误以为说 那个是补的 吃了会燥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来推出 当血连子猪脚的汤 选用比较不会有腥味的 台湾黑猪脚 里头还特别请肉伤 保留有脚筋的四点筋 接着以不同部位 进锅参烫 口感吃起来才会比较Q弹 放个几片姜片 让它去提一个心而已 按一下说 这个Q度够不够 那够了OK了 我们就直接捞起来 加上姜丝 血连子的猪脚 带有淡淡姜丝味 和连子的清香 一口咬下 尝得到满满猪脚的 胶原蛋白 连子猪脚吃起来 没有那种猪肉的腥味 然后连子吃起来 还蛮软烂的 然后汤喝起来就是蛮清淡的 很适合养生 也是要传承妈妈的味道 那我会坚持下去 也希望我们的旧客人 或新客人 几年后回头来吃的时候 还可以吃出 吃出原本的这个味道在 康向母亲传承40年来的招牌 在料理中求变求新 李佳美也不忘保留原本风味 让这份好味道继续在万华街头飘香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后山平五分谱双圈旁边 有一间越南料理店 每到用餐时间 它总是人潮满满 它的招牌 海陆牛骨推推锅 在锅园上呢 有肉片海鲜跟蔬菜层层堆叠 视觉效果超级吸睛 淋上每天现熬的牛骨汤底 清澈的外表当中 其实有着浓郁又鲜美的滋味 而另外一道越南特色的街边小吃 红薯炸虾饼 有地瓜香气结合虾子的鲜甜 咬下去每口不止吃起来酥脆 也很有厚度 包着生菜吃非常欣赏 堆成小山的高丽菜和豆芽菜 鲜虾 蛤蜊 鱿鱼 鱼片 满满海鲜围绕其中 接着猪肉片 牛肉片毫不手软 层层往上叠 瞧瞧这一锅 远南海鲁牛骨推锅 视觉效果超红派 都新鲜的 而且它的摆盘会蛮漂亮的 比较偏南部地区的人 他们发明出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觉得吃的时候很方便 你就不用很多盘 那个小盘碟子在旁边 然后你就 只要你想吃什么 你就推下去然后就吃 然后所以刚刚好然后很新鲜 想吃什么就直接从旁边推下去煮 这是在越南南部特有的推推锅 把它翻过来看 它的形状就像越南的那种 斗粒的帽子的锅 对 那很特别它设计是 中间一个小小一个洞 主要是放高汤的部分 推推锅就是好像说 你喜欢吃什么你把它推进去 食材还能摆在锅园旁上保温 中间温和的牛骨汤底 看来清澈 味道却鲜美又浓郁 我们是每天早上都是牛骨啊 牛大骨现熬的 还有我们的整块的牛肉下去煮 这都是原料的肉 每天大概要熬五六个小时 才能成就一个很完美的高汤 除了牛肋骨 牛胸肉 还加入东南亚特有的香茅 老板黄启年耐心的先炙烧老姜 洋葱逼出焦香味 丢入熬煮 还有中药包提味 繁琐的过程 成就一锅香气浓厚又带有蔬菜甜味 口感层次丰富的牛骨汤底 我们在那边是蛮流行这样的食物 但是因为你住在台湾很久了 你偶尔会想到这个家乡的味道的时候 你就来吃 汤是真的很刚好 所以吃的时候就觉得很想再喝 再喝一碗然后再继续喝一碗 有很多的豆芽菜 小朋友也很喜欢那样的口感 每到用餐时间 店内就是这样的座无虚席 这间在台北五分普商圈旁的越南料理店 除了口味道地 还有这一般越南小吃店少见的特色菜 好比这道湄公盒无法煎斑烧 油亮金黄的外皮可不是淡汁 而是混合了姜黄粉的米浆 我们煎斑烧的粉 是我们是用自己调配的落米粉 特制的加上姜黄 那还有加上青葱 还有整罐的椰奶 加上刚好比例的水 去调配出来的姜黄粉